這次請來 專業人士示範女子防身術 教導大家面對危險時如何脫身 一起來學習吧 你可以用你的那個腳後跟 好 腳後跟的話 你可以踢歹徒的膝蓋 對 踢膝蓋 那時候他就踏到盪手了 再膝蓋完了嘛 再狠一點的話 直接 直接用我們的頭後跟 攻擊歹徒的下當 那還有一個辦法 如果你當天剛好又穿高跟鞋的話 更好 像我們高跟鞋嘛 你就踩歹徒的腳掌 對 這樣才腳掌 也是可以讓他痛到放手 那也是一樣後抱 後抱住 對 我們後抱住 好 這時候呢 五根手指隨便你調一根 你就給他往後扳 一樣也是可以讓他放手 對 一樣也是可以讓打圖放手 那我們後抱還有最後一招 如果你前面三招 你都很緊張 都忘了 也沒有關係 我們就用我們的老招 好 對 踢小弟答對了 對 就是呢 你可以就是屁股往旁邊挪一個空隙 好 那時候這時候 導彈 扭彈都可以 你要怎麼導彈 扭彈都可以 前抱式的話也有破解方法 就兩招 好 第一招也是 就是當他抱住你的時候 抱起來好像圓外 你就反抱住對方嗎 用你的膝蓋 對 就是跟對方也抱住 把他抱緊一點 對 抱緊 好 你就用你的膝蓋 吸擊對方的下體 一招 砰砰砰 這樣一招砰砰砰 給他連續攻擊對不對 好快 再來就是前抱還有另外一招 就是也是我們的老招 如果你都忘記怎麼起步做都沒有關係 老招又出現了 嘿嘿嘿 就是 對 就直接用扭彈 扭彈 隨便你 就是有他的下蛋 為什麼都要跟男人的彈鍋一不去 因為男人的彈鍋一不去 就是最脆鍋的地方 小搗蛋